这个柜子都快成猫柜了 下边一层 两层三层都有猫 就差顶那层 放东西 他们在上面有点呆着不得劲 要不这四层都会被他们当着猫床 睡觉 看影君这个小獠牙 我不知道他咬别的猫疼不疼 但是有时候不小心 咬我一下是挺疼的 当然影君一般都是误伤 都不是故意的 就把我挠了咬了 我也不能太责怪他 毕竟他的智商相当于一个小孩子 小孩子哪能不犯错呢 果果呀 你咋的 你这要喝好看 吃吧门 没事吧 要不你就进车里 你害怕好看 我们家好看比较刁蛮 江湖人称 黑脸刁蛮小公主 也可以叫灰头土脸 小吊蛮小公主 他对小宝果果还有自己的女儿都是动不动就哈就骂 果果可能想进这里 当然是不敢 这个拐弯这么一点距离 他怕好看就怕成这个样子不敢钻里头 今天外面风比较大 在这你们能睡得安稳吗 外面乌拉拉的 该说不说 胖虎这小黄眼睛 太好 太好玩了 你看看 胖虎 胖虎 来 睁眼 看 两个小 黄眼睛 像丑菊似的 哈哈哈 谁说你眼睛长的像丑菊似的 不愿意了 当然 鸚虽然是我们家唯一一只田圆猫 但是他也是挺年人的 一早上我起来看到不了 哎呀 可亲了 喵喵叫我 不停地和你打招呼 他要会说话 就直接就说 你快把那猫沙盆给铲了吧 来 你看 胡云军这腿 柔韵性特别好 一下就痞到后面了 小朋友 你是胡云亢多 我好 外边有鸟叫 好看 不知道什么鸟 好看 果果 小宝 英俊 学校广播喇叭又开始广播了 虎辈啊 好看